看到你们的情景啊 我就想到一句话 当你在爱情中迷惘 不知该往何处的时候 此处就是你的葬身之处 你已经埋葬了十年的青春了 我觉得如果你真娶了他 你会埋葬一辈子 你觉得你未来跟他会在一起 会有快乐吗 不会的 你的心全扑在他身上 他的心不知道飞蛾扑火 都扑在哪里 所以对你是无尽的折磨 你也是 你在这会儿也是迷茫 因为什么 你经历了十年了 应该都不满意 满意已经有结果了对吗 而面对他呢 你更迷茫 是他给我逼得太紧了 是 他是十年磨一剑啊 其实他是十年煮一饭 现在生米快煮成熟饭了 对吧 各种家庭的逼婚 已经急不可爱了 但是这种真的会有好结果 对你们两个来说 我觉得可能此刻的选择 都未必是最好的选择 好 谢谢李总 来 徐老师 我想问两位 每个人一个问题 我想问男生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女生一直不爱你 你还会跟他结婚吗 会 OK 问女生一个问题 你上一段感情谈了多久 两年多 为什么分手 就是后来就异地恋了 异地恋了 你爱他吗 那是什么感觉 想每天都在一起 你跟这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 有任何一个时刻 有想每天都跟他在一起吗 有过这样的感受吗 也有 也有过 你在撒谎 我来还原一下你的描述 你有一段话呢 是前后明显的矛盾 你说 我希望再过几个月 再谈结婚的事 我需要多几个月了解 可是在主持人问你的时候 你又说 哎呀 我们太熟了 我们十几年的哥们了 我们十几年的哥们 我都不熟啊 我还需要再多几个月 男生的那种感觉 那种熟 跟情侣之间的那种熟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 你觉得你需要 以情侣的身份 再去试验一下 多几个月 就会多一份了解吗 不要骗自己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啊 我们要去还原一下 自己内心的状态 你会发现 男生的关键词就是一个 我们 女生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我 我想这样 我不想那样 我不要这样 这样让我感觉怎么样 其实 你们两个人的状态 从你对话中 已经昭然若现了 但是当你面对这个人的时候 好歹还有一点 第一 你熟悉 第二 对你好 最起码此刻有人陪着我呀 有人能占据我的时间 跟我在一起 并且他还有一个 许诺跟我的未来呢 我不想放手 我理解 但是姑娘 耽误的是你的时间 还是他的时间 伤的是他的心 还是你的心呢 何必耽误他 耽误你自己呢 如果你不爱他 放他一条生物 也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男生 有一个名词啊 很残酷 叫被胎 我衷心地希望兄弟 你好好爱一个 可以给你爱的人 何必去在日复一日的纠缠当中 浪费你的能量 给自己增加不愉快的回忆呢 谢谢 好 谢谢许诺老师 来 出去老师 兄弟啊 你想啊 你怎么打动了他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逼吗 你过去那十年 你靠的是逼吗 你靠的是不是 默默 你突然之间就开始逼他了呢 你觉得我 你看十年没搞定的女生 我搞定了 你的心态发生变化 这个心态发生变化 对他来说 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东西 他习惯是过去那么多年的你 是那个默默的在他身边 听他倾诉 一次一次替他擦干眼泪的那个人 不是火同他妈 把他往明镇去拽的那个人 他一想到如果将来的你 是那种要逼着他 强迫他做事情的人 你觉得他还会嫁给你吗 兄弟 行白礼者半九十 你为什么在现在这个瞬间 就突然之间 你就一定要冲刺这一段了呢 婚姻对你来说是什么 牢笼吗 锁住他 终点 过了终点之后你打算怎么样 打算结束吗 做好你自己 做回你自己 其实我意见可能跟老师们 不太一样 我反而觉得这里面反而是有爱的 我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你跟他在一起会有安全感吗 第二个你在他这边有情感寄托吗 有 第三个他如果和别的姑娘怎么怎么地 你会吃醋吗 也会 我觉得是有的 不是没有 只是不是那种小路乱撞的那种爱 经常有人问我 说我到底应该选一个我爱他爱我的 我说当然得选一个你爱的了 你要不爱他那你肯定不要选 是不是 这是一定的嘛 所以老师说他不爱你 你要不要娶他 不娶那肯定不娶 这怎么能娶呢 一定不娶 但是你在做一个身份转换的时候 他也在做一个内心的身份的转换 他以前是没有那么喜欢你 但他心里面至少已经认同了一点 你是一个他能够踏踏实实愿意跟着你过的人 那么这个身份转换肯定有时间嘛 你为什么不给他这个时间呢 你为什么要在婚姻里面再让他来爱上你呢 你为什么不能从现在开始跟他好好谈一段恋爱呢 你暗恋他十年那十年不是你跟他谈恋爱 是你在爱他 给他时间爱你一年爱你两年不行吗 你已经等了他那么久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有没有爱的问题 而是这个姑娘准备开始 但还没有开始 但他已经想要开始了 所以给他时间是最好的选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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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